我是军帆公司的总经人 我叫胡振杰 那今天我会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军帆品牌再造 这个内容 那我想刚刚那个Rachel讲得非常的丰富 这策略这东西 全部都讲清楚了 讲得很明白 那我刚刚Rachel有讲一句话 他讲说 哈佛商学院里面讲什么 老板定的策略 然后下面的人不执行 所以常常都fail掉这样子 那我们的策略是谁帮我们制定的 是瑞皮帮我们制定的 然后我们军帆在执行 所以呢 我几年后呢 我准备要来找瑞皮跟他讲说 哈佛商学院是怎样夹的 我们是有效执行成功的 那演部署还是讲一下我们的公司 那军帆呢 我们成立了超过40年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做油压产品 气压产品 然后做一个系统整合 因为现在因应工业4.0 很多客户不是只是想要component 他希望呢 你可以提供整个solution给我们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做 这整个solution给客户 那我们目前在台湾有两个厂 然后在大陆有一个厂 那我们现在在去年的10月 我们也正式的上柜 所以我们的股票代号是1584 那我们的团队里面呢 我们这个公司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技术为本 其实跟中小企业一样 大家以前都是靠技术 技术 那所以呢 技术到一个瓶颈呢 就像Rachel讲的 其实后面变成是一个品牌 那我们也想透过这个品牌再造 不只是卖我们的产品 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品牌给加进去 然后把贩售出去 所以其实你说工业的 工程这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台湾是最多的 在我们这个业界 我们超过40个工程师 然后提供海内外2000个客户 那代表就是说我们的经验很丰富 我们提供很多的成功的案例给我们的客户 那这些就是一些获奖 那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有拿到国家磐石奖 所以这个专案有顺利的通过 有加分 那也跟各位先进讲 其实真的我觉得政府很多的一些奖项 也是可以去申请 因为其实也顺便的去检视一下自己公司的体制 那均反我们成立了40年 就在1983年我们成立 那刚刚我住在副座旁边 副座就问我说 那你 因为不好意思我也是那个二代接班 那你小时候还看过你爸爸的工作吗 我说我很记得 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 看我爸爸在砖孔 然后旁边滴水 因为家里漏水 那真的就是一个很现实的生活 就是我们从小就是看这样子 辛苦然后长大起来的 所以我们就在1983年这边成立 然后其实一个转机就是在八九零年代 日本就找到我们去做OEM 然后其实我们很多技术就从这边来 那我们就是从技术一直发展发展 然后到现在我们才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 那其实我们在19年呢 我们也拿到了一个国防的认证S9100 然后2021年呢我们也新贵 22年上贵 那我们现在其实主力呢 就在做比较高阶的一些产业 其实产品大家做起来都一样 只是说你应用在哪里 我们常常讲说你一个橡皮筋嘛 我想大家有听过那个故事 一个橡皮筋绑一个垃圾袋 它就是绑垃圾袋的橡皮筋 但是它绑钞票呢 它就是一个绑钞票的橡皮筋 其实我们油压钢也是一样 假如我们用在呢 是在可能工具机啊 或者是橡胶机 这种比较一般的产业 但是呢我们现在打进的是医疗 我们有交给手术台 我们有交给CT scan的这些油压钢 那我们的产业就等于是升级了 那我们现在也想要打进去绿能这一部分 那我们也跟西门子哥美莎 这边有合作 那我们也通过他们的验证 好那当然你做rebranding 最重要就要改什么 你的logo 对就是我们logo一定是会改变 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做这个改变呢 其实这背后有它的含义 就是我们在跟国外的客户在合作 他们常常会讲说 你们公司叫君反嘛 那我们英文翻过去叫什么 JUFN 君反 其实讲真的是真的蛮难念的 所以呢我们就去想啊 去及时广义跟rebranding那边讨论说 那我们的这个君反到底要怎么改 后来讨论了到最后就讲说 嗯 好了我们就改三个字最简单 因为三个字都会红啦 什么YSL啦 THK啦 你会发现你好像 好像三个字好像还真的都会红耶 那我很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人也跟我讲 东培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品牌 然后呢他就做得很不好很不好 然后那品牌的顾问就进来就说 为什么你做不好你知道吗 因为叫东培啊 东培 人家不用付你钱 然后他改成TPI 哦 马上就红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改成JFC也可以往上走这样子 那其实JFC 毕竟我们这中间还有就是说 我们不想要把我们的君反这个名字给不见 JF 就是我们君反的缩写 这也是上一代传承下来的 那C呢就是company 那我们有想到 叫做更大一点呢 我们就想说 我们是corporation这样子 所以就JFC 那为什么要做品牌再造呢 其实很简单 跟大家很多人都一样 品牌不够好看嘛 这个都很直接的 然后还有不好念等等的 所以Rapit进来 他帮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 哦 原来我们的品牌是长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变成说我们定位不明确 我们不够独特 形象无一致 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公司 大家很中小企业啦 基本上都是有点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行销的战略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相对应的 都是我们很缺乏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定义均返 什么是均返 那所以呢 他大概这样子帮我们定义的 这边是诊断 诊断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收到类似这样子的资讯 他会帮你去跟同业去做一个对比 像这些大公司Restros 就是德国的公司 他们都是上百亿的公司 Parker上千亿 那他就用我们来去跟这些大企业 去做一个比较 那我们当然比较就是要跟大企业比嘛 因为Rachel刚才也讲 只有前三名可以存活 其他都没有办法存活 所以我们也是想往这一个方向去走 所以我们去看我们的tagline 去看我们相信的内容 那我们就定义出来说 其实呢 均返在哪里 假如你以这个图来讲 大家简单来讲就是说 这边我们就是比较偏技术的 亚洲公司多数都是比较偏技术的 那在欧美呢 他们都比较偏怎么样 偏一些比较 因为他们公司也比较久嘛 所以他们可以讲说 我们是帮助人类的未来 但是你想想我们一个中小企业 讲说我们还帮助人类的未来 好像听起来怪怪的 我们还没到那边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务实一点 我们还是以我们的自己整个形象 整个logo 还有我们的产品 然后去打这个市场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偏向 你看日系 SNC KYB 这个就是跟我们比较相近的一个公司的定位 所以我们定位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去做一个转变 那我们原本只是一个什么 产品技术为重点的公司 你产品很好啊 对啊 没错 但是你的品牌呢 你的销售呢 那销售其实背后 就是靠你的品牌 还有你的行销 所以我们要开始去改变我们这个品牌 我们是致力于工业4.0的一家公司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品牌 然后呢 我们再照 好 这个呢 是我们最早之前就刚才Rachel讲的 就是老板定义出来 什么是经营理念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 那大家常常会讲以客为尊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以客为尊这句话 因为其实你看 不管很多大公司 像TSMC什么等等的 他们都常常讲以客为尊 那真的啊 客人永远是对的 我们永远都是错的 这个真的要记得 那这个也是 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我们是希望成为自动化关键领主件 与系统的主要提供者 那其实像我们这个产业 比较有名的就是上瘾 其实你只要听到滚珠螺感 你就会想到上瘾 这个品牌 那这个是我开玩笑 我常常开玩笑都讲说 那我也希望是这样子 因为我每次人家问我说 你做什么 我做油压的 那人家讲说 你是做链链的 我再怎么样也是 工业4.0的提供者好不好 没有啊 但是对啊 我们希望说 以后再讲油压 你就会想到说 有一家叫军返 在亚洲 前五大 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的 当然 这个是我们以前的想法 那我们变成怎么样呢 我们也是透过一系列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科学的方式 我觉得品牌 一开始我都觉得行销是一个 不是很科学 是一个很主观的什么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科学的方式 RAP他们透过一些很科学 我们一个品牌屋 跟我们每一个内部的人员 去开会 去讨论 还有我们的供应商 我们的客户 去问说 你们看的军返是怎么样子 我们都会觉得说 我们是工业4.0 但别人家讲说 我们是做那个纸油压的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看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所以真的 透过这一个访谈 我们才真的知道 军返是什么 所以他们在整理出来 他就慢慢地把这边 然后从一个 我们的vision 这样子一直到最后 所以 没有 我先讲这个好了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推荐就是 Your motion or mission Motion就是你的动 所以我们刚刚就产生动能 那你只要机台有在动的 都需要我这个产品 所以你的motion 你的动能 就是我们的使命 这其实也跟我们刚刚讲的 客户永远是对的 是一样 Your motion or mission 我们一定会让你产生你的动能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JFC 我觉得这个logo的选定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其实Rapy也蛮可怜的 他当然自导提供了三四十种 那我们选 对不对 你看这三个字好像很简单 其实我原本是 原本很想要选 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在看UFC 那种打斗的那个 原本很像一个UFC 要不然就这个 但是这个其实有一点就是说 C它是一个动能 在我们这个油压的一个符号 我们讲符号 它是一个动能 所以它这个刚好代表一个动能 那JF就是我们 我们为了要让客户产生个动能 我们去改变我们自己 你看我们的F是改变的 靠在你这个C上面 所以它内部的含义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Rapy是这样想 不过我是这样想 那品牌价值呢 最后他们也帮我们定义出来 我们是专注 我们是精确 我们是可靠 我们是合作的 其实这也是跟我们之前 我们的想法 我们董事长的想法 我们自己的想法 是一样的 我们很专注的 为我们的客户 然后很精确的 去提供我们的产品 我们可靠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只要不动了 它整个机台都不动 所以我们必须提供非常可靠的产品 然后合作与我们的客户 就是合作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跟客户合作 不是说你只是赚钱而已 是真的是你有很真诚的 去服务你的客户 那当然我们有这些之后呢 我们就我们自己的愿景 我们的使命 所以这边 我想这个大概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实现精准到位的作动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客户 或者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同仁 就是说你的油压缸到底是要做什么 就是这里 这个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后品牌的理念 Your motion, our mission 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改变 名片设计一定要啦 这个假如他们没有帮你做名片 这个名片其实我们也觉得做得还不错 真的 我们刚刚一到我就给了那个 笑腾腾了 我就拿个账给他 说真的你们这个质感做得很好 所以其实 这个一连串的就是要 让我们公司去做一个改变 所以 那我也很信心 其实我们同仁 就是我们业务啊 我们内部 现在都是 可能在周报啊 在里面在写啊 都不写军犯 都写JFC怎样怎样 JFC怎样怎样 代表他们也认可了这个品牌 这个是比较难而可归的 你可以看到以前 其实我们就长这样子 我们的PowerPoint就长这样子 就很一般 然后就是比较 就是很自私的 所以我们现在未来 就是改变 那还有就是刚刚有讲到 就是在拍照啊 我觉得产品的照片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也改变 你看原本有啊 刚刚看起来就蛮普通的 但是透过呢 不同的形象拍照 感觉就比较有科技感 比较高级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后官网 我们会去做呈现的一个动作 让客户觉得说 你这个品牌 是不一样的 假如其实我讲真的 你假如品袍在一场 做出来的品牌 好像又类似的 那其实 其实有一点不太好啊 还是要做一个大改变 但是当然我觉得这个 可能说这个主力在哪里 主力还是在老板 我想说还是要先说服老板 可以接受 对啊 因为我讲真的 其实我们讲白了这个logo 也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久了 39年 假如我们公司的话39年 你一夕之间你要把它改掉 其实也是要他能接受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除了沟通 还是在沟通 那我们 我们自己在做 我们当然是 没有说一进来公司 你就去改这个东西 我们也在公司大概十年 然后慢慢去沟通 说为什么我们要改 其实好几家客户 都有跟我们建议说 其实你们要做国外的品牌 你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不管怎样 我们中国跟大陆 还是有点相近 我觉得 像军凡 军fan 他们都会觉得 这可能是一个大陆品牌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大家稍微去思考一下 的一个重点 那其实很重要 还有我们也成立一个行销团队 以前我们自己都会想说 行销不就是那边改改图 然后帮你做个DM这样子 但其实我真的觉得 那是完全错的 我们的行销妹 她进来就是非常专业 把我们去跟Redpeed这边 然后去做讨论 然后给建议 一开始都是我自己在做 还有可能我一两个 就是我们都是兼着做的 那其实真的很太辛苦了 我觉得真的太辛苦了 真的这种专业的事情 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做 所以她就帮我们去准合 内外部的资讯 然后还有刚才我那张照片 也是他们帮我拍的 对 那你看Before 你看看起来就 好像感觉很普通的一张照片 但是经过他们的拍照之后 那手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跟Redpeed 合作了很久 真的很谢谢Richard 然后我们也跟他合作了三年 有超过上百次的会议 那当然最短时间 都是以视讯为主 那因为没办法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是我们花蛮多心思 在打造我们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都会看到 这个品牌 就是一下下就 JFC就长这样子 但其实后面 我们是真的花非常多心思 去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我们就是创造自动化运转的 动力源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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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